这幕出现在中国湖南的场景 令人触目惊心 五名壮汉手持长棍 两面夹攻 几只狗狗似乎发现苗头不对 试图逃窜 但乱棍已经落下 狗狗发出哀嚎 五名男子赶紧追上 应发骚动 民众直击多位不明人士 持棍棒进村 见狗就杀 鲜血淋漓 奄奄一席 狗狗被像废弃物一样堆叠 装车运走 村民吓得同胞派出所 没想到竟然是乡政府 直接下的命令 说是多位村民被狗咬伤 染上狂犬病后不治身亡 最近在搞这个诊治活动 早就发了通知了 让他们把自己家养的狗拽好 不要放出去 所以就是自己在这里 六狗 要不然就只能扇在家里 村民自己如果不遵守的话 那我们就只能进行扑杀 因为我们要确保 八部分居民的生命安全 消息传出中国网友 以偏踏伐 批评政府血腥残暴 手段野蛮 忍不如狗 网友点出 其他地方预防狂犬病 靠的是给狗接种疫苗 全盘免疫 文明社会必须要用文明的方式 解决问题 回答的不明不白 连预防狂犬病都说不出来 中国自诩发达国家 但离真正文明 似乎还有一段距离 三零星王帅报道